每个男孩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 仗剑走天涯 出境不平视 似乎武侠也总是与剑挂钩 随着长大 众多男孩的武侠梦渐渐消失 但是济南大学的学子却可以在学校学习大学舞蹈 包括双手剑课程 圆自己心中一个武侠梦 近日 记者来到济南大学 看到双手剑课程正在节课考核 我是济南大学物理科学金属学院教师金林宗 我们学校拍摄双手剑课是从2017年 给大学生 尤其是给普通高校的大学生 拍摄大学舞蹈这个课程 目的就是两个 第一 叫强势兼提 第二 就是文化自信 只要他自信已经强了 在进一步了才能成立一个有责任的人 这样才能对咱们济南的山东的 以至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金伟东认为 学习双手剑学的不仅是招式 更能理解东方文明 增强文化自信 其中更多的是对道的领悟 要培养追求真理 坦诚自信的新一代建设 同时的武道呢 道呢 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要达到这种境界的话呢 不能以道一道 我们是一个具体的东西 比如说剑 我们以剑武道 就剑呢 是一种气 剑本身不是道 他是武器 我们从这种剑 认真的练剑 认真的理解剑 由此呢 一步一步地达到道的这种境界 大家都在追求道的这个路律上 一步往前走 在近五年的课程开设过程中 双手剑课程备数好评 双手剑课程学生于翔表示 学习双手剑圆了他心中小小的武侠梦 这样子在课程也教了一些双手剑的起源文化 一些招式和一些生法 通过对这些的学习呢 我感觉我的性格变得更加的自信了一些 然后对我其中的剑课形象也是更加接近了 基于学生的喜爱和学校的支持 传承自黄河大侠于成慧先生的双手剑课程 也在锦南大学不断发展 金伟东也为课程下一步的发展做好了规划 未来发展呢 就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继续加强课程本身的建设 包括助教材 包括变成规范化的 成绩化的一套教育方案 使更多的老师参与进来 变成一个有一个坚固的 坚实的 能干下去 长久干下去的一个教学团队 再一个方面呢 就从学生方面的角度讲 要继续加强学童社团双方研协会 让学生呢 就形成内生动力 然后呢 在老师和学生里 共同的维下 使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 使大家在训练的时间呢 更加固定 训练的强度 训练的内容呢 就更加丰富 只要呢 能使咱这个课程 都想一个有效的 有利的方向发展